莊嚴樹木的氣氛下 一旁民眾全提著燈籠 誠心的恭迎佛陀真身設立 這場宗教盛事 還有大甲城隍廟 和來自大安的媽祖廟鎮頭 一起恭迎 展現各地多元宗教的融合 你們看到的 宗教 對 海信的套教 還有的神教 後面是神教 這個象徵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也就是說在這個歲末的時候 那麼能夠帶給各地溫暖 我們感覺到非常的好 那也知道說這個設立 會在紀念館以後就變成一個 永遠的一個在那邊做紀念 所以這一次大家都把握了 這樣很難得的機會 可以說也是第一次 這麼大規模的 也是第一次能夠來感受到 佛祖對民眾的一種愛跟關心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 慶祝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即將落成 因此第一次巡迴全台 舉行佛祖尋敬全民平安活動 一共500名行腳僧侶 互持佛陀真身設立 從苗栗巡迴進入台中市 繞盡祈福 今天我們的行腳僧已經來到我們大台中地區 那麼今天呢在我們海線地區特別準備萬人一起供應我們的佛陀真身設立 我們家家戶戶都提著燈 希望帶給我們海線地區每一家都能夠平安 佛陀所尋進的地方就帶來全民的平安 佛陀的設立到哪裡 就算是佛陀親身歷臨到這裡 除了首站在大甲安排萬人提燈 一連三天將會在清水、殺戮和台中市區巡迴 15號晚間也將在慧中寺 開放入寺膜拜佛陀設立 讓民眾能近距離接觸佛祖祈求平安 記者總部會議台中通報報導